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来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做父母 他怎样去面对和处理都不容易的 所以今天我就请了这位爸爸 叶志强牧师William 来和我们分享这个经历的 William 欢迎你 是 大家好 William 在1月1日新年 本来是一个很开心的日子来的 其实你那天或者你的儿子 有没有预备一些什么的活动 本来 其实那天都是家庭活动 我们下午就一起去喝茶 喝完就回家看电视 晚上我儿子Eric 他就约了朋友开派对 我自己在家里 就有我小组一起吃饭去庆祝新年 那是什么时候或者什么情况之下 你发现你的儿子开始不舒服或者有事 当时我和那班小组的组员在我们吃饭 差不多九点多的时候 突然间收到一个电话 就是Eric的朋友打电话 说Uncle Eric很不舒服 很暈 站都站不起身 我们应该怎么做 那我说 因为他住得很近的 我马上开车来看看是什么事 但是那个情况似乎都挺严重 所以他的朋友就打了救护车 就叫救护车来 那我去到他的朋友家的时候 就刚刚救护车 就将他在二楼 他们在二楼那里坐 就抬了下来 救护车来 救护车就说 他私要是中风 所以就送到最近的医院的急诊室 差不多没等 他立刻就去做了一个CD scan 还有就给了 应该是给了一些薄血药去吃 我和太太就坐在走廊那里在那里等 那时候你们一路等的心情是怎样的 都很矛盾 就是好像有点点晴天迫力 突然间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 站都站不起身 一站就 还有他自己都很害怕 我们心里面就真的 可以这么说很担忧 就是祈祷了 就是救护车 他真的去保护年轻人 又保护我们的心 其实那个心都乱了 又不知道什么事 都要听医生的报告出来 那时候你家里本身也有朋友在那里 或者你儿子本身也有一班朋友在那里 其实他们的反应是怎样的 去医院我和Kitty就去 Kitty是我的太太 我们的朋友每个都很索 他们差不多连吃饭都没有心机吃 但是他们很快都是为Eric 然后都走 大家都不敢说很多东西 Eric的朋友都是担心 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可以做到 都是在那段时间其实就是一个等候 似乎没有一个所谓即时生命危险 但是很害怕那种后遗 以后不能动 是有一种无名的恐惧是当时的 结果出来了 那医生是怎样和你们说的呢 一开始就照一个CD scan 就说他没有再出血 所以OK的 但是他再要照一个 就是加了验识的CD scan 那么就再做 差不多到凌晨4点钟 我们10点钟入院 4点钟医生说呢 就从那个CD scan就看到呢 他右边那条的脑动物就是撕裂了 就闭塞了 变成那些血就上不了他 脑的位置受了床伤 这个部份主要就是控制身体的平衡和movement 就是其实因为其中有一条动物塞了 就变成不够血去 没错了没错了 就是那些血上不了他 那么变成那里的脑细胞就damage了 那就影响到他的身体平衡和动 那时候医生有没有建议说他会做些什么的跟进 帮那个病人呢 他说要留院观察 然后再安排MRI的磁力共振 最后磁力共振的情况都是说 他右边那条主要的动物是撕裂了 就导致有一个闭塞在那个位置 而闭塞的位置是比较低的 所以那些血上不了脑那里 那医生说没有什么可以做的 那由于他现在都不能走 那你进医院观察一下 看看什么情况 又没有特别的药给你吃 吃一些baby esperm 就是一些弃血的药 甚至那个护士说 你们都整天都在这 不如你回家去睡一会儿吧 上个都没有床的了 你都没得上去的 他其实就在走廊那里 第二天就有个地方给他 都是未上病房 都是在急症室里面有小小的房间 但是Eric就清醒的 就是说话和我们沟通 没什么问题 照完MRI出来之后 知道那个情况 也都是没有什么可以做到 照完之后 是那个week end 那个老专科呢 又放了假 又看不到他 其实就是什么都没有做 就这么等 其实那段时间是挺无奈的 好像你告诉我 下一步是怎么样 要不要做手术 可不可以吃药 还是怎么样 还有呢 他那个行动是没有改善的 就是他洗手间 一旦都自己去不了 要我 真的要扶住他 甚至要用那些尿兜 Eric都很震怒的 他自己就问为什么 我们都告诉他 我们永远都不知道 有一天要问上帝 那时候你太太的感受是怎么样 好像什么都做不到 好 心里面是有那种焦急的 但是我们有 其实有心信神是有那个保护 那种两种的情绪都在那裡 那真是祈祷 那天很奇怪 神又安排 有一个弟兄的妈妈又有事 又进了急症室 在Erik的病房那裡 那个弟兄走来 他说 聂牧师 我很想为你祈祷 牧师和人祈祷的多 有个会友走来和你祈祷 我心里面 就很特别的一个感觉 就是 原来上帝是听祷告的 就是他真是叉兄 他的使者 一个弟兄来到 就透过祷告 要我们真是去经历他自己的实在 就好像圣经那样讲 有两三人在地上祷告的时候 上帝必定是听祷告的 其实那时候的信心就开始提升 就是知道 就是我相信上帝 是一个听祷告的上帝 不是有事就这样求 而是上帝真的会听祷告 就是那时候是给我一个很大的 一个信心的提醒 你是体会多少少是 人家为你祈祷给你的 和上帝一个更大信心的经历 是 我可以这么说 其实就是 让我知道上帝 就是是听祷告的 所以你不需要担心 你心里面有什么 你就可以向他求 他有他自己的心意 有他的时间 所以那时候就开始 那个人是怎样 就是定下来 最初是有点不知所措 但是慢慢整下来的时候 就是我知道上帝 就是无论是生是死上帝 是在那儿保护 就是人那种的渺小 和医生都没有什么可以做到 他都是叫他等的时候 就是说你有手术做 你都说可以博一下做不做 或者会刺激你 要去想些事情 但是现在就没有 现在就说 You just wait and see 你要等候你们看 就是这么简单 就在那儿差不多三个礼拜 那三个礼拜都是在那儿等的 什么都没有 Kitty跟我每天都在那儿陪着 教会也很好 给我有个Sick Leave 教会的东西都可以暂时放下 幸好有很近 很近家 有一天就是 他陪他 和他听心情 和他聊天 和他祈祷 那些护士都是进来量一下血压 做一些很准备的东西 开始就做少少物理治疗 每天做十分钟左右 但是那时候Eric 我想走二十米都有困难 就是有个走廊 他只是在病房的走廊 旁边用个Walker来走 他都有困难 走少少都已经扯了 扯了气 很累啊 每天就是走十分钟 开始好了少少 但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果效 那时候都会担心 以后怎样呢 会不会 会不会 就是听到很多中风 都是 因为我问医生 这个撕裂是怎样的 其实都是一种中风的 可以这样说 那时候是担心 他以后的行动 要不要坐轮宜 有时都会想到很多 很多很负面的事情 那其实那时候 你刚才也有提到 教会都很支持你 那教会里面 有没有其他的朋友 他们都来support你呢 我想教会都support 特别我是金陵活动中心的牧姐 那整个金陵的人 我们都会讨告 教会都牧姐 有来为Eric 讨告 我经历就是 弟兄姊妹那种关心 很多人来探望 为我们祈祷 Eric的朋友 因为Eric是回另外一间教会 那边的牧姐 团契小组的人都来探望 那我们又看到很多人是 一知道Eric出事 就真的很关心 还有真的很多人 在背后的祈祷 他喜欢吃日本东西 那些Auntie又买一些寿司 买很多东西 就是希望他的心情好些 在背后的祈祷 情为从未必 就算一生多变迟 但忘事一旅 念念记每段前衅 时刻转眼已誓 等各一切都珍贵 每分诚意 每分诚意 每分前衣 从不会浪费 有情永灾 至死不回变改 有爱难以被期待 并肩一起面对 并肩一起面对 世间苦涂起去 一生不改变 Forever friends 那接着的康复过程 是怎样可以慢慢有进展呢 那个转类点就是医生说 所有医生的事情 我们要做的都做完了 那现在唯一 我就转介她去做物理治疗 那时候就叫我们去 Downtown一间的物理治疗 那师母呢 Kitty师母就不想 因为她很想 那天都可以陪到她儿子 但到Downtown就很麻烦了 那我们就知道 有一间是很好的 就是在Saint John 我们申请的这间 但是她后来都是reject我们 她说因为Erik的身体状态 那么弱呢 不适合他们的一个 叫做intensive program 四个星期的 那我们极力去挥 那我们这么年轻 可不可以试一下她可以的 那后来搞了很久 我想神都是有恩典 最后呢 那个负责人就说 OK Give him a try 但是四个星期 可以与不行呢 你要怎样呢 就走的了 你不可以霸住那个位 于是就在医院呢 就准备要去转到那个療养院 但是呢 又出了问题就是 刚刚那里呢 就有个outbreak 有个感冒爆发 那就不能动 又不能搬 所以在那里呢 又拖延了几天 那最后就落了去盛章 那在盛章开始的时候呢 开始有改善 那他们真是有些很intensive的program 就是早午晚都 早晚都有做的 那真是很奇迹 四个星期 真是刚刚到到出院的时候 他可以基本上自己用一个walk 可以走得 那然后就由住院的program 就是转了一个day program 一个星期呢 就回去做两天的物理治疗 又做了两个月 完整的program 那后来又再做exercise 那就差不多 那四个星期之后呢 他真的可以开始走得 那人又变了一番 那现在呢 他已经很感恩了 他已经回工 就是 开始part time 现在都做full time的工作 其实他现在还有没有说 那些什么后遗症之类那些 那些那样呢 我就不知道是不是后遗症 他有时都觉得 有时会 就是天气转 或者什么 他会有些头痛 就是这个是个很主观的感觉 我们没有办法解释 问医生医生就是这样的了 没有什么的了 这些有时有些人会 会间中又会有这样的 因为这些多数都是他的神经痛 那如果真的很不舒服 就吃些止痛药 吃些part time 但是他开始慢慢习惯了 那还有 就是那个频率又不是很密的 那有时间中会投赤 所以我都觉得工作要减轻一点 压力 希望没有不大压力 他是做什么行业的 他主要做sales 他是买电脑那类的 那都有压力的 要追quota那些 OK的 医生有没有说 怎样可以避免了 有同类的事情发生呢 没有的 他就是 注意饮食 注意运动 因为他又不吃烟 又不喝酒 又没有其他东西的 那其实在整个过程里面 你觉得 其实是哪一个时间 你觉得是最困难的呢 我觉得等候是最困难的 没有一个具体的方案 就是怎么去医 就是说你去做物理治疗 以前我真的没有 就是物理治疗 我觉得都是好的 但是我这次 我真的经历过物理治疗 都从我的角度看 真的很医生的 就是从不能走 他慢慢走 而且是完全 就是现在差不多 他活动至于的 除了医生叫他 不要做太劇烈的运动 和一些很重的东西 不要拿之外 基本上他跟以前 different都很小 有时候还打籃球 都可以的 我觉得最难 等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等候 还有那个进程是很慢 就是你今天和明天的difference 不大的 跟着呢 你慢慢就看到 越来越好的时候 你就真的 开始懂得感恩 开始看到原来 腎在背后 又有他的工作 有他的医治 还有 真的那些医疗人员很好 很多个team 有职业治疗 有物理治疗 有语言治疗 有社工 他们的team 我就很appreciate 职John那里 那个团队 就是一个病人 他有整个团队 有医生 有护士 有社工 有物理治疗师 整个team 去work on 臣在背后 还有 真的那个医疗团队 那个帮助他 鼓励他 让他可以走出来 真的不是容易的 而且Eric自己 我都觉得他很想 back to normal 所以他都很努力的 特别是议员 现在就懒了些做了 晚上我去探望他的时候 鼓励他和他一起走 就是在那个病房里面 一直走 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觉得基督教信仰 是怎样去给你力量去面对呢 我想最大 比我们看到人其实是有限 但神的能力是无限 以致我们在凭着信心的时候 我们可以就 在《哥伯励》后书那里 其实那个提醒 他这么说 他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 在软弱人身上 显得完全 所以普洛说 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很叫基督的能力 他任备我 我想这段圣经 是对我们整个family 都很大的提醒 真的我们软弱到一个地步 什么都做不行 人家说煲汤水 就是煲汤水 但是那些汤水 其实是没有用的 我们都不知道 但是整个的过程里面 我们就看到 原来不是我们的能力 是上帝那种能力 是彰显出来的 而且 以致人真的看到上帝的作为 就是给我们一个好心 就是一个信仰里面 就是神是信实的 就是 他有他自己的心意 有他自己的时间 以致我们 就是你担忧来也没有用 你刚才也有提到 你的儿子也有问 为什么会是 他有这些事情发生呢 其实你自己也有 会不会有问呢 就是问神 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发生呢 我想我第一刻 就问这个问题 接着很快 我都知道 没有答案的 我跟Eric讲 第一回到天家 你问天父为什么 刚才他自己都在开玩笑 我的脑子是特别构造的 两年前 他有一个double vision 其实就是因为 找到他的一条血管 有一些畸形 但是是无得搞的 他是天生 可能慢慢就折纳到 一 非他去控制 第二 上帝在每个人里面 都有不同 还有我想一个很特别的就是 在教会里面 就认识了一些弟兄姊妹 他们的弟弟都曾经有这样 其实那个案子不是很多的 但是在我们教会里面 我认识了两个人 那现在完全要被控制 就是double vision 不是 就是那个血管塞了 好像他这样动不了 也是年轻人 因为通常 医生说这些多数 六十多岁的老人家 会有的 所以他整个屋里面 他是最年轻的人 不单止一个是两个 有一个是他的女婿 又是年轻的时候 在大学的时候 又是类似 又是不能动 又是经过一年左右的疗养 那时候其实是 很多正面的东西给我 加强我的信心 以至我不再问为什么 因为再问都没有意思 反而就是前面怎么去走 怎么在生活里面 怎么去看到 应该怎么去做 就是其实神医 已经在前面 给了有两位的大英姊妹 他们的家人 都是有类似的症犯 是的 而你看到他们 哦 原来是好得了 也有机会 是的 所以这个信心 也有信心在里面 是的 那其实这两个 就是帝英姊妹他们的经历 有没有哪些的 就是 就是 或者地方 是令到 是你觉得 那些信心是多了的 就是 会很多分是一个最重要的 是 帝英讲到神 怎么保守他的儿子 就是 他很明白我 那种无助感 什么都做不到 又是 没有什么可以做 又不可以做手术 就是让他自然 慢慢 就是身体的机能 自己去恢复 就是他们那个信心 就是提醒我就是 信教神 祈祷 就是这样的了 你什么 你可以做什么 医生都没有什么可以做了 多些陪他 一起去祈祷 就是这样的 那时候其实你们会不会 都会看一下 有哪些 认识的医生朋友 或者之旅 就是都问一下 人家的意见 就是 想尽量拿多些资料 因为医生又 说不到话给你听 我直接问到回香港 我 因为有个学生 是在这里做医生的 把这个情况 说了给他听 那么 他就再 跟我去 回香港 问你们 鑽放 反而很吻合 那边的医生 就说 OK的 六个月 你等六个月 那边的 香港的医生 和我的学生说 don't worry 这些都是 很正常的 就是那条 难道有什么 有其他 就是 可以 供应他 那个 六个月左右 他们年轻的 recover 会更快 那其实 虽然刚才你说 教会都给你拿色列 但是都是一段时间 教会那里 你可能要上班 那其实在那段时间 你会不会觉得都很吃力的了 神真是很有恩典 因为师母的姐姐 刚刚移民 没找到屋 就在我们家里住 他就可以帮我们照顾 Eric 我们公寓的时候 他姐姐就在那里 照顾她 煮东西给她 她吃 好像真的多了个helper 在家里 还有 弟兄姊妹也很好 有些人 煮东西给我们 不用我们那么辛苦 有上班 有什么 还有教会都很好 其实如果没有什么特别 我基本上可以work at home 同工是很体谅 自己拿了自己的假期 最初最艰难的日子 就是很多人 就成为我们的帮助 后期就是 他自己都可以移动 基本上我们都不用特别去照顾 有些人有将一些轮椅 样样的借给我们 所以真的是心灵上的支援 和实质生活的支援 是帮助我们的 那就是其实都看到神在不同的部分 他都砌了一个完美的图画 来到去 在你周围里面 成为你们的支持 你看回头 是 你当时你不会很觉得 其实上帝有他的恩典在里面 不单只是我自己教会 以前的教会 这个人的主任姊妹 牧姐 就是那个关心很多 甚至有些关心是来自香港 他的主任何老师 就知道他的情况 很多关心 很多的问候 WhatsApp 后期他们到加拿大 信路去探望Erik 所以我们就很得特别安慰 很得特别的幫助 其實在這個經歷裏面 你不單看見神在醫治裏面有一個恩典 你也看見神在安排你周圍的事情 的人各樣都給你們有很大的支持 在這方面都有很大的恩典 其實你自己開頭的時候是怎樣信耶穌的呢? 我信耶穌很久了 我12歲的時候信耶穌的 我的家庭特別少 我爸爸在臉房做事的 所以我們很小時候就面對死亡這個問題 在12歲的時候有機會去參一個報道會 以致在那裏有機會信耶穌 就認識到一個 就是耶穌是可以改變你的生命 因為那時候很怕死的 因為你天天見到死亡 你就知道原來死亡很近 我想不多人 好像我這麼小時候就要面對死亡 每天天見到很多死亡在臉房運輸 我爸爸就去做解剖的工作 我爸爸就去做解剖的 我爸爸也他就是這麼小時候 我爸爸也 resemble bizi 我對我的鬱血 Paradise 情節留下伏線細心釋煙 如何人心翻碎將尾塵 無言流淚滿身鬥陣 如何遇見神被擁抱再得起身 明明平安彷彿天邊緣 流連遊蕩暗失放存 然而遇見神被指引 再生正在生愛上 在那時候對死亡是一個恐懼 但是信了耶穌之後 我就說我知道原來人的生命在上帝裏面 以致不需要去擔心 以前我們什麼都拜的 要求一種安心 但是信了耶穌的時候 特別我記得那次的報道會講到 就是你不可以控制你的生命 命日如何你不知道 但是神說它應許 就是有一個永遠的生命給我們 那時候就開始信了耶穌 所以我想也是我一生的轉捩點 就是在中一的時候 有一個報道會裡面缺制 就開始在教會 開始參加團契 主一學 一路學習 一路成長 那你初初接觸基督教是因為學校是嗎 因為姐姐帶我去 她在教學校讀書 她們同學 兩個姐姐信耶穌先 就帶我們回教會 在那個時候開始信耶穌 那你為什麼美後 又會決定了 會全時間去做牧師的呢 你不是 就是你那時候12歲而已 那你美後長大 那你又出來做事了是嗎 在整個過程裡面 我想很多的人成為我們的影響 其實當時有很多的下令會 獻心會 那時候其實都同臣納致說 我要將我的生命奉獻給他 但是日子這麼過 生活就是這樣 在教會有事奉 又做主要學老師 甚至主要學校長 後期做了教會的執事 他們覺得我都是奉獻給上帝 還有我是一間教學校教書的 我們學校都是希望透過教育 將耶穌基督介紹給學生 在學校裡面很多方的工作 和整班同事都是基督徒 所以很滿足在那種服事裡面 我當自己是一個孫教士 在教育裡面去將我的信仰去表達 香港就教了20年書 在基督教教學校裡面 後期我移民來了這裡 在一間技術校裡面做社監 但是在那時候開始看 一個很特別的就是人生下半場 好像我的人生下半場 是不是這樣過了去呢 上帝都給我看到 祈禱就說 神 我不想浪費了人生的下半缺 那時候我大概差不多50歲 就是我的生命在你那裡 我說你帶我走怎麼走 後期呢 神有很多人在旁邊 給我很多提醒很多鼓勵 那我就在2001年的時候 進去神學院 天道神學院去讀輔導 讀了三年的時候 就跟著出來在教會服事 那其實你覺得呢 你自己是一個牧師的身份 那你其實平時都好像你剛才都說 你有俗輔導 你都會很多時候 你周圍的朋友 或者教會的朋友 有什麼事情 你都會走去安慰他們 支持他們 但是到你的兒子有事的時候 你就是一個需要被支持的人的時候 反過來那個角色 其實你自己那時候 你覺得你是一個牧師的身份 特別有這麼多經驗去幫助人的時候 會不會對你自己其實都有一個幫助的呢 面對這些事情的時候 很明顯有幫助 特別是輔導的時候 你要跟這幫人去走過那個逆境的時候 其實很多東西 是對我自己有提醒的 當你跟人去的話 你要去信靠耶穌 你要去憑信去走的時候 同樣的那個信息 是對我很多的提醒 可以這麼說 人的情緒一定有在的 好的地方 我們很快就可以 平靜那種的心情 開始看到 和是信服下來 就說 上帝我知道我不行 我只可以完全全地依靠你 就是那個功課呢 就是在那裡學 理論上你懂很多東西的 你知道grieving是怎樣 你又知道遇到困難的時候 逆境會是怎樣 但是當你真實要面對的時候 其實是個人生命的經歷 就是我自己看的 可能講多一點點 19年Eric出事 今年師母出事 那師母有什麼事 他在醫院的時候 我們家庭醫生退休 找了一個新的醫生 搞了很久 其實都爛爛的 這個醫生很年輕 很年輕的醫生 從我們做過了所有的診療 你要去照什麼 要去驗血 他照超出生的時候 發現在腎上線那裡 他有一個很大的腫瘤 就成7個CM 後來再照CD scan證明是 跟著再照MRI 但是剛剛遇到COVID 什麼都做不到 就是二月在diagnosis 就知道一定要做手術 因為那個腫瘤是大的 又不可以做Bioxy 就是不知道它是良性還是惡性 還有是比較稀有的一些個案 身上才是影響那個內分泌 還有影響那個血壓的 那要做手術就很危險的 就是隨時在那個手術桌 就是血壓的問題 所以又要見一個內分泌科的醫生 但是現在這陣子的醫生是不見人的 說安排要見他很難 甚至他早期都不見了 就透過視像 打電話 我也是第一次 我也是第一次透過視像 跟他溝通 搞了很久 吃一些藥 控制他的血壓 但是醫院呢 非緊急手術又停了 那師母的手術呢 就是介乎兩者之間 又不是不緊要 但是又未至很緊要 那就一直要等 那邊的手術 醫生已經準備好了 但是又要等給那個內分泌 其實是一個 又是好像Eric面對我們 就是沒有什麼可以做到 你也是在那裡等 在那裡祈禱 有弟兄姊妹為我們祈禱 後來七月就做了手術 長話短說都很感恩 那邊的手術 那邊的手術 撤除了 那邊的結果都是比較正面的 都要繼續每年去Follow up 就是想一下 其實一年一次 對我們來說都很大 但是這次特別思慕的時候 我平靜很多 我們 就是都仍然有那種擔憂 不知道他什麼時候做 我們不是害怕 可不可以快些做 做的時候 會不會有那些情況呢 安排都很複雜 甚至師母有去院的 他自己一個進去 我都不可以陪他進去 完了幾天在院住 不可以怕探 全部只是透過電話去聯絡 其實第一天連電話都聯絡不了 因為他昏迷得很厲害 其實都是有擔心 但是我發現這次 可能是Eric的事件 讓我們更加 特別師母 他很平靜 只是說 哎呀 快些做了就好了 我們都不再擔心其他事情 反而希望這件事快些 知道的結果 就算是癌症也好 什麼都好 我們不擔心 但是是不想那種等的過程 那種令到我們容易在一種情緒的焦慮 或者是一種不安 就是又是一個等的功課 又是一個等的功課 所以這兩年裡面特別 學到的就是 真的 你人可以做到什麼 你靠個醫生 那個醫生都要等 A醫生要等 B醫生的 大家都不想去這麼急做那個決定 可以這麼說 Pay safe 他們都是一個小心 還有因為真的疫情 可能以前一早已經可能一兩個月已經可能做到的 那個情況 因為那個腫瘤是大的 一路拖一路拖 當我們說排到期就多開心 3月來師母都還沒出過街 因為為什麼 我怕他有什麼事情 會染到你連手術都沒有做 就很冷靜 我們那時候很小心 那時候 餵著 要prepare 給他做那個手術 很感恩 那個手術他可以用眉創 就是這麼大的樓 做眉創 其實是有難度的 但是那個醫生也很好 可以用眉創的手術 以至他復原 師母都復原得很快 他今天都上班 那他的結果是惡性 良性 不知道 都不知道 因為他是比較稀有的 就是他不用是cancer還是non-cancer 但是就說他不是很aggressive 就是總之都是一個腫瘤 是一個腫瘤 那就切了 我們很坦然 要做就做 我們真是心裏面都是有一個平安 反而我覺得最大的考驗就是等 由2月等到7月 其實都是一個不是容易過的日子 也就是你什麼都沒有什麼可以做到 你想見醫生 醫生都不見你 都見了兩次 我想現在看回頭就說知道多少個月 但其實在等的時候 真的不知道什麼時候 不知道的 是的 所以聽到說有得做很開心的 就是當那個內診病醫生說 OK You're ready to go 但是那邊手術有 沒有聽而已 又聽了兩個禮拜 接著又說OK了 那還要復地方 因為少了手術 所以調轉就不用很久 看回頭所有的事情的時候都是 就是上帝有那個計劃 有他的恩典 我們都沒有問為什麼 要來就來 周圍我們都看到很多定證 他一樣是好像我們那樣 就是牧者都不是免疫的 甚至我有一個很好的弟兄 很快因為那個胰臟發現有癌 很年輕就回到天家 所以很多事情 就是那個體會就是 就是那些東西不是我們控制的 所以你不要去為一些 你不可以控制的東西去憂慮 反而就是很平淡的 就是我和師母說就是 每天都是一個祝福 每天都是一個恩典 前面的路是怎樣 沒有人知道的 我經常說笑 明天不知道就是到我了 如果真的的時候 我都很坦然 因為我們知道生命 在上帝手裡面的時候 不需要再懼怕 是吧 就是他必指引我的路 是吧 好像在執名說 你要專心仰望耶和華 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 在一切的事上 要認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 就是這個都是我 在這兩年裡面 學的功課 就是你不要為自己囚算這麼多 師母完全一路沒事的 他那個房子這麼大 但是他從來沒有說 有痛有成 只是血壓高 血壓高他就以為是年紀大了 很多時候都是緊張 什麼都會有血壓 叫他吃血壓高 如果不是 這個醫生 又不是這個醫生 這麼細節 要去做個歐出生 又不會 發現他做的時候 不是故意問這個事情 因為以前師母說 有個脂肪肝 那醫生說 你有脂肪肝 以前不如照照吧 照個歐出生 照出來 肝就沒事了 你脂肪那麼乾就走了 反而突然間有這樣的東西出來 所以 真是出人意外的 你想都想不到 想都想不到 我們不是轉家庭醫生 可能到他走了的時候 都沒有 這件事都沒有 或者一爆出來的時候 很危險 因為如果那個醫生不退休 我們不去找這個新醫生 不是要做一些檢查 這個醫生很細心 就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很短的時間 就已經可以找到是什麼事 雖然等手術的時間是長 但是斷症就很快 就知道是什麼事 回顧都是感恩 現在我們學會 就是每天的生命 都是不是必然 不要覺得一定是必然的 其實每天都是上帝的恩念 那個盼望很重要 就是我們信了耶穌的人 有一個盼望就是 死亡不是最恐懼的 所以 這兩年是一個很大的學習 因為我想對於 沒有信耶穌的人來講 其實死亡真的挺恐懼的 因為重點就是 他們不太知道死了之後會去哪裡 就是那個分別是很大 其實在這兩年裏面 其實兩次的經歷 其中一個很大的功課 就是等了 你自己經歷了兩次了 經歷過了 其實你現在 如果要對一些有同樣類似 又是在等著的朋友 你會怎麼鼓勵他們呢 我會體諒他們多些 真是那個 我會明白他們多些 就是你要和他們一起去走 說我想 大家都知道 可能仰望神 你要祷告 很容易講 但是你要明白他那種 裡面那種的掙扎 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 不是和他講什麼 而是講回自己的見證 講回自己的那種經歷 還有真是用上帝的說話 成為我的 另外一件事 我在這兩年裏面 他看到就是 就是上帝的說話 就是在昔時的時候 成為一個很大很大的安慰 是吧 很多時候的主題都是講到 就是我是你的神 你是我所愛的 你不需要懼怕 就是這些 這類的聖經 就全都拋出來 就是在你最笨的時候 不是人的說話 就是我經常都相信 人的說話 他理性裏面大家都知道 如果特別做好事 信了耶穌來的 的定義字幕 他都知道 反而是上帝的說話 上帝的應許 那段時間 比如看CBN講 就是我就是 耶穌華 我就是那個大牧者 是吧 你是我的羊 我就是那個牧羊人 那時候 就是這些的說話 就成為生命的動力 所以如果你說 我面對頂尖她的時候 我會和她一起去去走 一起和她祈禱 最重要的是 用神的說話 去安慰 和她分享我的故事 你這兩年 無論是太太 你兒子的患病 的經歷 在當中 你如何體會到信仰 體會到神 以及你也分享了 你的信仰的歷程 你的話是我腳前明白 又是我路上真光 真光之眼走過今生的旅途 你的話是我腳前明白 但又是我路上真光 真光欠照 心靈 浮飾三月 我將你懷疑 深藏一生 醉愛一日與你 每天靠話語 心靈 每天靠話語 心靈更深 一生一世 不會離開 你的話是我腳前明白 又是我路上真光 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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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眼走過今生的旅途 你 你的話是我腳前明白 但又是我路上真光 真光 真光 心靈 心靈 分析實行 如果有人可以明白我 如果有人可以聽聽我說話 如果有人可以了解一下我 那就好了 上帝聽討告 恩與聽傾訴 如果你需要向人傾訴 請你打來恩與之聲 生命關顧熱線 416-788-3322 北美免費長途 1888-321-9288 和我們聯絡 飛機之所以能夠升降 全因它不畏逆風而行 乘風可破浪 人生滿希望 逆風而行 香港心理及家庭治療師 伍榮光 朋友你們好 我是Ringo 伍榮光 我是來自香港的一位 心理及家庭治療師 這個疫情可以說是一個 世紀的危難 除了這個疫情 其實大家都看到新聞 發覺世界各地 除了疫情都經歷大大小小不同的危機 可以是從政治方面 社會方面 經濟方面 甚至天災人禍等等 在重重危機之下 我們其實人會很容易 失去對將來一份的希望感 對人生的一份盼望感 好像覺得 都沒有什麼將來的了 都沒有什麼希望的了 有什麼可以做呢 或者近年我們有一個 鍵字是叫做無力感 其實無力感和希望感 是很相似的 發覺我做什麼都沒有用的了 做什麼都沒有將來的了 甚至乎 我在這段時間 都聽到一些不少的基督徒 都說對信仰 對上帝都沒有了信心 這個信仰 好像都沒有什麼希望 給不到希望我這樣 不過我們細心想 我們基督教的思想 反而不是要帶給我們盼望 希望嗎 如果不是主耶穌基督 道成肉身 道人世 還有什麼意義呢 其實是將這個盼望 要帶給我們 所以這次我想簡單 用四點去講一講 我們要怎麼看盼望 看希望這件事呢 第一 我一直覺得我們很多人 對於希望 希望 這件事有一個錯誤的觀念 或者我們有這個觀念 但我們實踐到思想的時候 我們有混淆了 我們經常都覺得 德德斯講的東西是很實在的 很清晰的 很清晰的 我的東西很清晰 我就很有盼望 我覺得很實在 但其實希望 不是一樣實在的東西 如果真是這麼實在的 那個就不是希望的 大家記得一段 我們經常都聽的經文 希伯萊書11章第一節 他説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 是未見之事的確據 大家都很熟 裏面講到這個信 是對未見之事的信 不是以確定之事的信 對未見之事的信 就是一種的盼望 所以人呢 就會將兩樣東西混淆 一個就是Hope 一個就是Plan 希望和計劃 Plan是甚麼 Plan是有計劃的 有得被你計算 有得被你掌握的 看得見這個叫Plan 但是Hope 就正正是你 就算計算不到 就算計劃不到 預知不到 我仍然能夠仰望上帝 這個才是Hope 所以第一點呢 我想說 有時候我們錯誤了 就覺得沒有Hope 因為我們看不到前面 就正是看不到前面 我們才需要衍生這個Hope 需要仰望上帝 求上帝給這個Hope 我們 第二點我想說 究竟Oke 那盼望要指向甚麼地方呢 向著甚麼盼望呢 既然你說看不到 那麼金金不實座 應該向著甚麼地方呢 歌羅西書一章三至五節 有一幾節伊甸的經文 我們感謝神 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 常常為你們討告 因聽見你們在基督耶穌裡的信心 並向忠信徒的愛心 是為那給你們存在天上的盼望 這盼望是你們從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聽見的 歌羅西書這裏 跟歌羅西的信徒說 他會為他們祈禱 祈禱的內容包括了 那幫信徒對父神的信心 對其他信徒的愛心 當中還有一件事就是 存在天上的盼望 大家聽到當中有信、望和愛 而在這裏 保羅是想著重盼望的 他說的是存在天上的盼望 他不是想說存在地上的盼望 存在你明天計劃的盼望 存在你心中所想所求的事的盼望 是存在天上的盼望 我們知道其實世事是不可以掌握的 正如剛才剛才那點說 Plan和Hope 你試想想 你Plan盡的事 是否真的一定會實現出來呢 世事是否有得 實實在在 完全是可以Plan的呢 所以我們的盼望 不是暫立在我們的Plan裡面 是屬於向著上天 存在天上的盼望 那是甚麼意思呢 其實就是認定在天上 即是神掌權的地方 原來我們的盼望 建基於是神的掌權 不是建基於我們可以獲得到多少 不是建基於有甚麼結果 不是建基於現實 而是屬天我們心靈裡面知道了 一切的結果在神手裡面 祂會將祂自己的心意 將祂最美善的意志去實踐 這是我們盼望的源頭 或者盼望的指向 第三我想說一下心態 有兩種心態 都會影響我們的盼望感 第一種就是 心急 彷彿現在人類 都是一種心急的文化 我們很想很快去實現我們想有的東西 我們想很快知道結果 我們不喜歡等候 不喜歡忍耐 但是這個正正 越急就越沒有希望 另一種心態就是 我們很多時候都不想改變 或者很怕改變 我們經常都很想維持現狀 用一個我們心理學經常都說 我們很喜歡 繼續停留我們的 comfort zone 我們的安舒區 不想走出來 但是有時候 面對未知的將來 我們正正就是要改變 剛才以上的兩種心態 就是 一 我們都學習等候 知道有些東西是要醞釀 有些東西可能不是這一刻 成就是最好的 我們又要可以有一種心態 知道 如果一切在神手裡的時候 我們就不需要怕改變 因為我們知道這種改變 都在神的掌權 神的掌握裡面 也知道 祂為了改變 可能更加是要更新這個世界 更新我們的人 是一直不斷不斷去 有一種創造 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第四個也都最後一點 我們面對未知 在過程裡面 我們當然都面對掙扎 擔心 甚至一些痛苦 但是這個過程 是不是突然的呢 等候未知的過程 是不是突然的呢 其實不是的 在過程裡面 其實我們要尋找當中的意義 當中的 meaning 究竟這個階段 給你一個什麼意義呢 例如 是不是要鍛鍊你呢 是不是要你看到什麼呢 是不是要你發現 你自己有什麼缺陷 或者發現一些別人的需要 或者發現這個世界 還有什麼 你還未知 你是要再沉默的呢 可能上帝就是 藉著這些東西 給你一個鍛鍊你 磨鍊你 讓你找到一個更深層次的意義 我們看到聖經講的信忘愛 其實三者是互為一體 彼此是有關聯的 而三者也是要操練 不是一下子就有盼望了 所以剛才聽我說的四點 其實看到我們的盼望感 都要操練出來 不是說有沒有盼望 而是說 究竟我們有沒有足夠的操練 讓我們小的盼望成為大的盼望 更加對於上主有信心 更加有能力去有愛心 新冠狀病毒肺炎疫情仍未停止 讓我們同心討告 期望疫情盡快止息 聖經新約啟示錄 第一章十七十八節 耶穌說 不要懼怕 我是首先的 我是末後的 又是那全活的 我曾死過 現在又活了 直活到永永遠遠 並且那著死亡和陰間的藥事 恩與之聲祝願大家尚全盼望 星期望 明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